可以吃了嘛,对不对,对不对 对,我的味道会给它浓郁一点点,对不对 我们家的是,一般家里煮都是姜丝嘛 那我今天比较早到很无聊啊,有没有看到 我的姜会变成是,也是目前我们的中山以炳即烤的 这一个叫水花片,你知道吗 好来,我们边讲看它滚的时候我就给它下去 那我要把它的那个所谓的一个高汤加姜片的一个感觉放下去 好不好,要一点点姜的那种的,我们讲所谓的一个提前的一个动作 好,对不对 那待会我们水滚之后很简单,对不对 调个味道,蛤蜊哦,你看哈 它已经静置在那边,有没有看,它在那边把舌头捕出来,有没有看到 这个蛤蜊很可爱啊 好,那我们边讲,我们就已经直接加热了 好,好,来 好,那我跟各位讲,假设你们,我们叫交流啦 没错,假设你家里煮,你就蛤蜊丢进去嘛 给它熬久一点点的时候,对不对 那那个蛤蜊的肉就会缩起来,没有那么坚嫩 那我们另外一个操作手法 我现在让它在那边滚,它可能要两分钟 那我们可以把,要不要加盖都可以 所以这样你可以把它加盖,速度会比较快 好,好不好 好,我把它稍微加盖好不好,变一下魔术 好,那你以为我们这一排中秋节的烤肉 对不对,只有烤肉吗?只有煮汤吗? 那我跟你讲,我们现代人比较忙碌,对不对 我不知道你们早餐都是怎么处理 今天你的早餐都怎么处理 喝一个牛奶,只要烤一个而已 喝一杯牛奶喔 喝一杯牛奶,我们这边可以烧热水,泡牛奶 那我跟各位讲,我们烤肉一定会烤主司,对不对 好,我把这些都烤完了 那个后面刚来的要赶快靠过来,知道吗 好,我们现在早餐店会卖一个什么 卖一个这个叫什么 叫什么 三明治的鲁肉饼 你喜欢吃什么,你要吃腿根的 你要吃火腿的,都可以好不好 好,来喔,这个汤已经滚了